许愿景十四 被困骨仓 赛依和鲍比向地面坠落的速度更快了 他们抓住了彼此 鲍比 赛依大叫着 拍打你的翅膀 一直拍打他们不要停 这对兄弟很快重新掌握了飞翔的技巧 他们向上朝着姐妹们飞去 刚刚实在太惊险了 赛依颤抖着声音说 潘瑟朝周围看了一圈 他发现了一根粗壮的树枝 我们去那里休息一会儿吧 孩子们朝着那棵树飞去 简突然问道 我们要怎么降落 我们必须像收伞那样把翅膀收起来 过了一会儿 潘瑟回答说 我来试试看 潘瑟朝着那棵树飞去 他的一只翅膀收了起来 但另一只却挂在了树叶上 他大叫 其他的孩子就跟在他后面 赛依平稳地落在了树上 鲍比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做到了 男孩子们喊道 他们咧开嘴笑了 但简却并不想休息 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他说 我想尽可能地多飞一会儿 他昂起头飞得更高了 我们最好待在一起 潘瑟说 所以其他人也跟着简飞了起来 孩子们飞过了湖泊和高山 孩子们飞过去的时候 鸟儿大声地发出了抗议 过了好一会儿 鲍比说 我饿了 但我们能去哪里弄点吃的呢 潘瑟大声地问 我们不能带着这些东西到处走啊 赛伊指着自己的翅膀说 要把他们的翅膀藏起来 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孩子们高高低低地 飞着去寻找食物 但他们什么都没找到 我知道 我们去哪里也可以找到吃的 赛伊说 农夫詹金斯自己做果价 农夫詹金斯是玛莎阿姨的邻居 有时候 他会给玛莎阿姨 送自己家做的面包和果酱 你是说 从他那里偷吃的 潘瑟大叫道 赛伊脸红了 不是偷 我们只是借 这个主意太糟糕了 潘瑟指责说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赛伊反击说 潘瑟当然什么主意都没想出来 好吧 如果你保证 我们会把拿的东西再还回去的话 他最终同意了 好 那就跟我来吧 赛伊 赛伊转身飞走了 他们飞到农场的时候 已经接近傍晚了 他可能将食物放在骨仓里了 赛伊说 骨仓有两层 幸运的是 第二层有扇很大的窗户是开着的 孩子们从那扇窗飞了进去 赛伊发现了几个木箱 他们装满了果酱 孩子们一句话都没说 就开始吃果酱了 这真好吃 鲍比舔着嘴唇说 我们必须记清楚 我们吃了多少 潘瑟边说 边数空果酱罐 看 太阳开始落山了 简指着闪耀着红色光芒的天空说 孩子们突然感觉自己变轻了 就好像他们的肩膀上少了些重量似的 翅膀不见了 简轻声说 他在自己平滑的后背上四处摸着 好吧 我们现在必须从这里出去了 赛伊说 但没有翅膀 孩子们就不能再飞出去了 大门在一楼 那里都是动物 我们可以从这个梯子上爬下去 赛伊说 这一层的中间 有一个大大的正方形开口 开口里放着一架梯子 赛伊爬到了梯子上 来吧 赛伊边说边往下爬 每个孩子都到了一楼后 动物们开始变得潮燃起来 潘瑟对着一头叫得特别欢的马 小声说 赛伊朝着骨仓大门走去 他拉了拉门 门一点都没开 他又试了一次 然后赛伊睁大了双眼 看着他的兄弟姐妹们 门锁上了 那你看见 是 你说 我一个 blocked